像是對我這種弱米肌來說 遇到換季的狀況 我還會很喜歡的一款保養品 這麼厲害的牌子呢 就是Maison Dot很美的品牌 哈囉大家好我是Mandy 我是Kerry Kerry今天要幫我錄 因為我今天要推薦我喜歡的保養品 就是有在follow我們社群 還有follow我社群的人都知道 我其實是一個美妝部落客 所以接下來我會開始就是 分享一些我覺得很不錯的保養品 錄一些Mandy自己開箱的清單 分享給大家 那今天要來分享一款呢 我最近用到變成空空賞的台灣保養品牌 Maison Dot 這法文的意思是藝術食屋的意思 這個品牌的宗旨是希望我們從內到外 開始養成一個美好的狀態 由保養品開始讓我們肌膚底層養成美好的狀態 然後就可以去美好的面對大家 今天要推薦Maison Dot的四款商品 第一個是微亮精脆精直露 它算是比較露狀的保養品 擦起來我覺得吸收感超好 而且延展性超好 不快就吸收了 然後另外一個是比較偏向乳狀的保養品 這款是極光膏滲透機膩乳 這也是一款吸透度超好的保養品 因為我是屬於那種很怕保養品會太黏膩的人 所以我其實在挑選保養品的時候 都會找吸收度比較好 然後擦完這種不黏膩感的 然後再來這兩個是我最推薦最喜歡的膠囊 也是他們擁有專利成分的保養品 上面的這個是海洋光燦靜白吸透膠囊 然後呢底下的這個是海洋火水修護舒緩膠囊 因為膠囊的話它攜帶不方便 有時候我們拍攝都要去其他地方 有時候萬一有出國啊 我就覺得帶膠囊超方便 而且膠囊的話一次就使用一顆用量剛好 你不用怕說你在使用過程中不小心用太多 然後或是用不夠 然後我自己使用的習慣是先用精密乳 然後再用精露 然後再使用膠囊 如果我今天服礙比較疲憊 需要被修護 或是我現在在外面散太久 然後或是我在外面拍攝一整天的話呢 就會使用這個修護膠囊 就是用完之後會覺得皮膚比較快的被平衡 跟你一起使用的話就會覺得氣色還不錯 如果我今天不用特別遇到換季啊 需要修護肌膚的時候呢 我就會使用這款白吸膠囊 白吸膠囊呢就可以維持臨肌膚 不會這麼暗沉 然後維持臨肌膚的光彩的感覺 那我現在呢就直接試用在手上 給你們看一下每一款的質地 那就開始試用囉 好 GO GO 直接用激光膏伸透機密 我只要用這樣一點點 然後它就可以整個推開 差不多也是20秒時間就可以完全吸收 整個手上的光澤度就超好 差不多過個一分鐘 整個手上的清爽度就會超級無敵好 我很喜歡這種就是 使用的時候沒有那種黏膩度的薄品 微亮精脆精直露 我只用了一點點 然後質地的延展性超好 所以我大概這樣子塗抹 差不多20秒的時間 就幾乎完全吸收了 然後都不用那種黏黏的感覺 整個光澤度就超級好 然後差不多過了一分鐘之後 我現在就會完全是清爽的感覺 之後呢我就會再用一顆 最關鍵的膠囊 這個綠色的是舒緩膠囊 它很適合你前天熬夜 或是你在換季的時候不舒服啊 肌膚會有一些 你無法抗拒 無法預測的膚況的時候來使用它 膠囊完全是透色的 而且一擠出來就可以聞到 有一點清香的味道 有點花香草香的感覺 最主要是MASENDAH這個品牌 它的產品都是 比較天然的成分 它還使用了開罩萃取成分 而且是它們專利的成分 你看喔 它在我手上很久 它都還是維持一個 看起來QQ的狀態 但是它一推開的時候 它的延展性就超級好 一推開的時候 整個 延展性超好 而且沒有很油很膩的感覺 尤其是膠囊 因為大家對膠囊的印象都是用來抗老的 用來抗老就很容易 推開的時候啊 就是會覺得很膩很丟 大概推了10圈吧 整個手上的光澤度 超好 那這一集的Mandy保養開箱就在這邊囉 這是我們開箱的 這是MASENDAH的保養品牌 期待下次開箱 再開箱給你們看囉 掰掰 OK好 我為什麼是這樣 我沒有坐到這裡喔 要翻過去啊 怎麼翻過去 來我們就打了